9 8 8次的掩护 5突破 球进了 这球弹速更快的任俊威跳球成功 突破失误有点不应该 郭艾伦自己上了 2加1 好球 奇妙的对方失误 打了一个追身2分 不是造成了应该是回防不及的任俊 现在还是大喊的掩护 郭艾伦 每一次席防都比较到位 但是郭艾伦底角的3分 不犹豫 这个联防这么打有点费劲 因为阀球线一直没占人 好球 4分钟多一点点 4分半的时间已经拿了11分了 郭艾伦 这个的横向比较来看 他应该是比曾凌旭要高出一个档子 曾凌旭本身这样的训练呢 就不如周艾队球员强度这么大 并且呢 过去的7分钟 山西分球打了辽宁本刚一个16比0 但是马上刘志轩 但是我们看斯科拉和威多普伦这个 插弓的节奏已经是非常的在点上了 现在反击靠郭艾伦 进攻阵地靠打函 在红续下来 就今天呢 赢尔森多的投篮机会 但是换来的命中数却很少 要滴带去 稍稍刚才那球有点小任性 巴斯 斯科拉的夹击 基本上巴斯拿球之后就是夹击 郭艾伦三分球 球进了 弄得这么干净 只是斯科拉可能稍稍有点累啊 但是 这么一个真空地带实在是不应该 郭艾伦连续砍分 你看辽宁队应该是郭艾伦这一串的表现 突破之后的三分 就威多沃伦放了郭艾伦了 你觉得你这个轮可能三分不太零吧 结果郭艾伦当面打脸 直接主动 拉前联防 阿德森 郭艾伦三分球 好球 优势 郭艾伦 郭艾伦现在换成三二联防了 郭艾伦的三分球 好球 郭艾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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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位置还会有吗 漂亮 外线双子星 郭艾伦和郭艾伦 在右侧的四十五足角 连续命度量计三分 在右侧四十五足角的这两个三分球 呃 堪成今天 外线双子星 给较军队最关键的两个得分 郭艾伦 郭艾伦 比赛是二十八秒的时候 郭艾伦的三分球将比分反超了 好的手感 郭艾伦 突出来之后 郭艾伦 大心脏的三分出手 再来一刻 郭艾伦 郭艾伦 库里附体 三分球 八中五 十秒 九 八 巴斯的掩护 五 突破 球进了 最后还是郭艾伦利用巴斯的掩护 还是巴斯的拦截 将比分 最终定格带来106比105 郭艾伦 球员绝杀了山西 一场看似实力学术的比赛在最后 聊着 突破 拥有着中国球员少有的节奏感和幅度 非常漂亮的打进 绝杀 郭艾伦 绝杀 年轻人 20